各位,今時今日你還可以自由上網 但現在有,不代表永遠都有 虛擬私人網絡VPN是今天上網的必備工具 介紹我用的NordVPN,它可以保護你的私人,隱藏你的身份 NordVPN在全世界60個國家,總共有5400個服務器 沒有人可以追蹤到你在哪裡上網,也不會影響你上網的速度 一個戶口,全家大小可以六個設備一起使用 用底下這個網址,關鍵詞是samngx 你就可以拿到很大的折扣,訂購兩年 最便宜是港幣32元一個月 還有一個月免費 30天內不滿意的,可以全數退款 向你推薦,挺好用的 各位觀眾,各位聽眾,各位網友,大家好 還有關於垃圾徵費的問題 昨天我做了一段影片,說謝展環 出來說,因為我們解釋得不清楚 所以將4月1日實行的垃圾徵費政策推到8月1日 我就說,垃圾徵費政策為何這麼垃圾呢 你看回整件事,確實是很垃圾的 因為垃圾徵費已經講了很長的時間 可能超過10年了 幾年前已經通過了一個政策,說要在今年實行 究竟這兩屆政府搞這麼久,為何都未準備好 解說得不清楚,臨門一腳才叫停 可見他們推行政策的質量極差 為何會這麼差呢?你看得到的 昨天就說要叫停了 昨天其實他一直跟物業管理處 不同的大廈、集團、物業管理處有很多聯絡的 現在很多人關心的問題就是 物業管理處的保安或者管理公司 如何防止這些多層大廈的居民 不用錢買回來的垃圾袋去扔垃圾 這是最關心的問題 如果你知道多層大廈 扔在哪裏,哪個扔 全部都可以完全不知道 你扔了出來,那怎麼處理呢? 那些又不用垃圾,這個 徵費的膠袋來扔,怎麼處理呢? 這是大家很關心的問題 當然地拖棍要割成兩折 才放進去,那這個真是好笑的 這是極度荒謬的事情 這個就是物業管理處 管理界開會 有幾百人出席的 環保署跟他們解釋 業界的疑問 很多問題 環保署的官員就回應 要回答 例如 例如 如果住戶違規 丟掉垃圾,怎麼處理呢? 環保署代表就說 在適應期間 他有一個過渡期 首先需要讓住戶理解垃圾 收費 例如在大堂那裏 和走廊那裏 將貼公告 宣傳單位 在垃圾收集點上面 貼了環保宣傳的貼 提醒 住戶要用指定的膠袋 物業管理處 家庭巡查 叫看家叔叔 有空兜個圈 那些違規黑點 安設閉路電視等等 就是說 人家扔在那裏 在垃圾房裏 弄個閉路電視 是不是 那些錢 從哪裏來呢? 然後 如果不清楚 違規垃圾 在哪個 住戶那裏 扔出來的 怎麼做呢? 他說 物業管理公司 可以在大堂 張貼告示 是這樣的 通知樓場出現違規 提醒住戶合作 嚴重違規 旅院不改 就向環保署 舉報 作出執法的行動 例如 在 樓層的後樓梯 埋伏 我不知道 環保署有這麼多人出來埋伏 喂大哥 四十多層 有些更高 六十多層 你怎麼埋伏呢? 我不太明白 然後 他說 如果 把垃圾放在這個屋院的公眾地方 怎麼辦? 不太明白 物業管理公司也要考慮將屋院花園平台裏面的垃圾桶 換成細口的垃圾桶設計 以及考慮調整數量 同時要兼顧環境衛生 即是怎樣? 又要付錢了 清潔工如何收集 應該如何收集 在收集點處理垃圾? 清潔工可以準備一個巨型的透明垃圾膠袋 再放入住戶的合格規格的指定膠袋 無需再另外用指定的垃圾袋包 避免雙重收費 環保署就說 如果用黑色膠袋包 就無法判斷裡面的膠袋是否符合規則 就是等同 違規廢物 垃圾車司機有權不接收 他們全部都是 根據那個 字面上的理解 叫一些物業管理公司 叫一些清潔工人 叫一些保安叔叔 保安姐姐 保安嬸嬸 去做些事 但實際上 這班人 自己都住在多層大廈的 他們 應該完全明白 多層大廈的居民 丟垃圾的習慣 遇到這些情況 你叫 保安叔叔 繞個圈 埋伏在後樓梯 那些物館人員 那些物館人員當然是喵喵喵喵 是不是 他們說收費過急 是不是應該用武懲罰的方式來試 配合這個措施 然後有人說 我只是打工仔 是不是 那我應該怎麼做呢 環保署建議安裝閉路電視 或者加強巡查 就會增加器材 增聘人手 是不是最後要轉嫁到業主身上呢 那些物館人員 就是 都挺好笑 他們的回應 他說 有些物館人員就說 那些物館公司的話 我們就像漢堡包一樣 商業機構沒有執法權 垃圾收費只是會加強 加劇雙方衝突 即是我夾在中間 他說住戶在後樓梯抽煙 雖然可以讓控煙辦舉 執法人員到達後 維麗住戶已經逃至要要 怎樣解決問題呢 然後就說 他說垃圾收費情況 環保署執法人員到達後 已經走了 但他留下垃圾很難處理 煙頭我就撿 天皇按摩椅我怎麼搞 這些是完全很實際的情況 你要將那個壓力 轉嫁到這些保安人員 本來他沒有執法權力 是環保署才有執法權力 環保署有沒有那麼多人去執法呢 即使在壓頭四個月 是不是解決到這個問題呢 我自己覺得 其實不是四個月的問題 可能是四年都不行 如果你沒有 很決心去做 以及很細緻去解說 這是一個疑風逆軸的事情 大家要記住 疑風逆軸 不是一指法例 一個公民 貼告示就解決了這個問題 是疑風逆軸 香港人 扔垃圾 是很簡單的 第一 通家有垃圾桶 你要在日本 由有垃圾桶 變成減少垃圾桶 台灣又有垃圾桶 減少垃圾桶 大家去台灣日本都知道 現在基本上 找不到垃圾桶 經過一個漫長過程 是很長時間教育的 然後 你要垃圾分類 那個網路 老實說 我們什麼藍色桶 黃色桶 啡色桶 那些清潔工人告訴我們 沒有用的 你扔了下去 分了也沒有用的 為什麼 到時他們就混在一起 都是去堆填區 我們很有心機去做這件事 是不是 儲蓋了在家 找個膠袋裝著 然後逐漸 逐漸 蓋好那些瓶 最後結果 只有一個刺 做了這件事 起碼都20年了 原來都是只有一個刺 你是不是令到我們很失望呢 為什麼叫停文說 文說就是 英明神武的 超哥拍板的 跟鄭子民無關的 超哥就很不滿意 這個解說 最近這個解說 環保局的官員 出來解說 是 出了很多的問題 他聞到有糯米 於是 本來就 很堅持 4月1號的 然後就說 更多資訊 超哥說 16號的時候 簡潔鮮明入到屋 沒有說 押後的 但是 那些官員越解 越論盡 包括什麼呢 很大的公關災難 就是來自 其中一個就是環保署的助理處長 他說 哦 如果地拖棍太長 凸出來 就鋸開兩塊紙 入袋裡 香港人很聰明的 哪個 便宜一點 就用哪個方法 一個地拖棍貼11元 好像貴了一點 市民憑良紙做事 就好了 是啊 我覺得這個是公關災難 地拖棍 鋸開兩截 先買鋸 再買地拖棍 公關災難 但是 但是 我想問這個問題 解決了沒有 什麼呢 地拖棍怎樣入 那些垃圾袋裡 解決了沒有 好了 還有就是 環保署長接受文匯報訪問 這些 喉舌的 一定是不差能儲 是吧 他怎麼說呢 市民要樹立 守法意識 清不清楚很多時候 看看你自己想不想搞清楚這件事 如果你都不想搞清楚了 什麼時候都不清楚了 哇 幾晦氣 是不是 這個又是另一個公關災難 是不是 市民根本就 很不相信 你看到網上 那個 就是 宇宙大化 大家改不了 是不是 香港的政治環境變不了 人權自由民主法治 失去了 拿不回來 但是 你現在在我的袋裡拿錢 大哥 我不跟你死過嗎 對不對 這個環保的問題 這個是一個移風逆族的東西 香港人不是完全不想 出錢 源頭減費 不是 這個習慣改不了的問題 還有另一個消息 其實 為什麼超哥那麼英明神武呢 根據這個媒體的報導 就是這樣的 有關決定是特首 政府政務司長和環境生態局長 兩天來 經過多次開會 最後就由超哥英明神武地拍板 有知情人士 向媒體透露 押後是全盤考慮 包括 垃圾政府是好的政策 得到支持 得到支持 但是 看到過去幾天 市民反應未夠穩妥 亦不想影響 重大的政策 推動 什麼叫做重大政策推動呢 只有一個 就是23條立法 不要影響23條立法 因為23條立法會在上半年推出 那你現在 大家把焦點 放在垃圾經費 而且那些人是 怨聲載道的 你試試實行 如果4月1日實行 嘩你那麼快 焦點放在那裡的時候 這個 即是 23條立法大家就 會所謂失了招 官場人士就這麼說 政府過去幾天 有感社會對垃圾經費議題 關注性溫 意識到 信息集中 面向業界 面向公眾那裡 就不道為 說出來很論盡 市民有很亂很複雜的感覺 環保署長就說 清不清楚 看看你想不想搞清楚 令到事件再度升溫 押後 都有少少關聯 市民是未準備好 就好像三歲分流 分段時間 收費 安排類似 未準備好 就押後了 他說今次 希望做得好 看看 準備妥當隊 再推出 而 亦都是 跟這23條立法有關 不想失了招 所有事都要讓路 23條立法 但是我可以告訴大家 特區政府 有人 批評他 眾國安就流行治安 眾國安就流行民生 超哥就臉都黑了 就說人家抹黑了 嘩嘩聲 我就覺得 現在特區政府的官員 我自己看得到 推行這些 宇宙大法的政策 23條 其實 他們認為會 做得好穩土 很成功 因為 不需要顧慮市民的反應 說推就推 你再吵就拘捕你 煽動對政府的不滿 等等 仇恨 那些 不需要理會 市民的反應 因為 是由上而下 高壓的推行 是吧 國安是一 其他都是零 這個 陳勇說這番說話 其實 是完全 講到 特區的官員 心底話 他一前變 其他都是零 都可以理得你的 但是 民生政策 是要 顧慮市民的反應 很重要的 你不可以高壓下來 我扔垃圾 每天都要做的事 如果搞得很糟糕的話 你的政策是很失敗的 就很立體 你做不到 但是 現在特區政府的官員 已經缺乏了這個能力 為甚麼 環保署那些人出來說 你不想搞清楚這件事 永遠都搞不清楚 為甚麼會說這麽晦氣的說話 以前是不會說不敢說 我認識政府的官員 謹小神微 覺得民意是很重要的 說些話他知道刺激到人 這些強烈的反應 負面的反應 他不敢說 我訪問了很多官員 訪問過無數的官員 單對單訪問 我不斷挑戰他們的底線 我經常都跟他們說 完結之後 我說不好意思 我會這樣說 客氣一點 我昨天問過問題 可能會令到你 不快 令到你不開心 但是你必須明白 我的責任 我的責任是用來激怒你 我看你怎樣回答 我推得很盡 他說我明白的 心底會明白 口說會明白 但心底會說這個PK 經常都是這樣的 所以我永遠不會上來 然後不會上來這個節目 以前的官員 他知道在鏡頭面前 在麥克風面前 是不能說挑釁性的說話 但今天為什麼 上有好者 下有甚言 你逢親市民也好 外界輿論也好 批評官員 他就裝了一隻鋼 他用同旅客氣 抹黑 強烈抗議 堅決反對 我稍後再說 劇協那件事 楊洋雄的回應 很好笑 什麼本末倒置 與事實不符等等 一堆都推了出來 已經是慣性的了 他需要慢慢 詳細 非常耐心地解決這個政策 不需要 所以所有的事情不是很粗疏 他們認為 由上而下的強力 周鵬推出去一定行 你們不敢反對 誰知道 現在這件事 不是碰壁 我在這裏 斷言 8月1日實施 都是一鑊足 都是一鑊足 因為我 剛才一開始說 垃圾徵費 垃圾分類 源頭減費 不是說做就做 是疑風逆續的事 是要長時間 慢慢教育的 但是過往已經失去了時機 通過政策 法律已經通過了一段長的時間 什麼都沒有做 現在突然就說來了 只有幾個月的時間 那就會這樣 你以為8月1號就可以了嗎 上半年 大家的焦點 政府的焦點擺23票立法 你以為這件事有沒有人關注 接下來說 8月1號來了 我立了法 接下來會怎樣 大家心中有數 看網上的反應也是 不要搞了 不要再來 取消它 做不夠法嗎 現在就是 我相信 最後會胎死腹中 的機會極大 聽到這裏 支持我的Pager 心中有快的頻道 多謝你收聽 再見 我們要是一個人的 你會不會再說 我相信 在我不會再說 我會不會再說 再說 這次 我會不會再說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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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